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 亚洲的通胀会相对平稳 换言之大部分区内国家将会继续实施一些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去支持经济增长 在亚洲股票市场中我们认为三个主题都有持续稳健增长的前景 这些包括亚洲科技龙头的公司 第二 中国消费升级 第三 在国内提供财富管理的金融机构 首先 在亚洲科技龙头方面 5G会持续推动云端和物联网市场快速发展 而亚洲作为高速运算市场龙头 预计2023年的销售将会是全球的两倍 而同时亚洲是晶片代工的龙头 全球有七成的晶片都是来自亚洲 所以我们认为亚洲会在高速增长的宏端和物联网市场中直接受惠 另外 亚洲电动车供应链相关的行业也是我们投资的重点 由于气候变迁现实增强和税务优惠所带动 全球电动车需求在未来10年将会急增 在相关的供应链里面 亚洲是全球电动车电池市场 拥有超过八成的市占率 未来将会直接受惠于不断上升的电动车需求 至于消费方面 我们认为中国仍然处于消费升级的蜜月期 因为消费是国策里面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元素 特别是一些有能力建立优质品牌的国内公司 因为优质的公司往往能够推出创新 或者高质素的产品去扩大利润的空间 例如白酒和体育用品行业 在金融领域方面 我们偏向在中国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的公司入面选股 我们预计2030年国内家庭的资产 将会较2020年增加一倍以上 达到424万亿人民币 而目前大部分中国家庭资产都是集中在房地产 但随着政策的改变 我们预期投资者会将他们的资产 由房地产分散投资到金融产品上 基于以上的因素 我们预计到2030年 大约有170万亿人民币的家庭资产 会流入财富管理的板块 未来9年的年增长率也会超过8% 直接带动财富管理行业未来的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